決議一 審查結果 第36條條文照案通過 二 全案頁已審查王俊 擬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院會討論本法案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並由召集委員王玉銘 於院會討論本案實作補充說明 通過臨時提案5案 請委員著參 宣讀完畢 好 請問委員對上次的會議議事務有沒有修正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確認通過 那今天的議程呢 主要我們是要針對有關於加拿大美牛解禁開放這樣的一個事件 行政部門呢 在颱風夜之前呢 就宣布了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解禁 外界的疑慮非常的大 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那之前在不到一個月前呢 還說沒有時間表 那瞬間呢 就馬上開放 我想這個議題呢 今天我們特別排這樣專案報告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更深入的探討 到底我們在這整個的行政機制作為上 是不是過於鬆散 有沒有更嚴謹的一個處理方式喔 這是今天的重點 那另外呢 有關於日本核災食品 未來是不是會比照同樣的模式 趁著立法院休會的時候 就迅雷不及言耳 然後就宣布開放 然後通過這樣的核災食品進到台灣來 那所以我想衛環委員會 我們是權力的 而且強力的 為國人的食安來共同把關喔 這兩個都是近期重要的食安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會做深入的探討 那等一下呢 因為今天各部會都有出席喔 那麻煩大家就參照今天的這個出席名單喔 我們節省大家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首先邀請的是衛福部部長喔 跟大家做 因為是主責的部會 由他們做10分鐘的報告跟說明 那其他部會的書面意見 因為之前都已經送了 請委員就參財喔 那部長報告完之後 我們就進入質詢 我們先請衛福部部長 林部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召開會議邀本部就恢復 加拿大牛肉輸入財源 及政府未來對日本福島五線食品 美豬 萊克多巴胺管理之管理規劃提出報告 請得各位委員 不令指教 第一 恢復加拿大牛肉輸入之財源 前年第一 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三日 加拿大政府通報 第二 該國亞伯特省 發生第十九例牛海綿狀腦病案例 為確保我國輸入牛肉產品之衛生安全 衛生福利部食藥署 依據一百零四年二月二十日 經濟部召開之跨部會會議 宣布暫停受理加拿大牛肉輸入查驗申請 二 國際間對加拿大第十九例 BSE案例之管理現況 依據國際間總計有六國針對加拿大發生第十九例 BSE案例 採取額外加強管制措施 其中僅我國 韓國 及中國 採取暫停受理所有加拿大牛肉產品輸入查驗 中國與韓國 分別於一百零四年四月九日至一百 及十二月三十日 解除暫停受理所有加拿大牛肉產品輸入查驗者管制 這個表示請大家參列 第三 恢復加拿大牛肉輸入申請之作為 恢復歷程520以前之作為 第一個是執行健康風險評估 我們委託國內健康風險評估的團隊 針對加拿大第十九例 BSE案例所可能增加這風險 再次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也已完成評估 確認加拿大牛肉食用安全風險為可接受範圍 第二 互加國實地查核 於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日 互加拿大執行實地查核後 並請加拿大依查核結果 再提供我國補充說明資料 加拿大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一日提出補充資料 第三 召開BSE專家會議 分別在一百零四年九月八日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一日 召開BSE專家諮詢會議 第四 辦理風險溝通 食藥署跟相關的單位都有做詳細的風險溝通 第六 科學評估政策的延續 在四月八日 林全新任的林全院長與詹上正前院長會務的時候 提到行政院業務交接四項時 兩位前後任院長都希望 希望本著科學這風險評估為基礎 在確保安全食品與國人健康的前提之下 理性合作處理加拿大牛肉輸入台灣之查驗申請事項 張院長也希望林院長能協助民進黨團溝通 看能不能在520之前完成 二 520之後的作為 主要是跨部會討論跟風險溝通 經濟部105年6月6日 邀集外交部 衛福部及農委會召開會議討論 依據 依據食藥屬於520之前審查的結論 確認 依照我國規定 及在加國官商監督下生產之 加拿大牛肉市安全可使用的 並參佐OIE 第一 為因加拿大第19例BSE案例之發生而提高 該國BSE風險等級 且國際間皆以解除管制 所以或者一致的共識 啟動恢復受理加拿大牛肉輸入查驗之風險溝通事宜 105年6月7日到17日 各部位一分工執行風險溝通 105年6月20日 經濟部邀集各部會協商之後決議 然後本部在105年7月6日獲經濟部涵告於105年7月8日恢復輸入 而當天7月8日 當天就是颱風天 全國都是不用上班上課 所以我們就提前一天在7月7日宣布 四 恢復輸入加拿大牛肉的管理模式 一 三 管無考 第二 逐批簡易及查驗 第三 例行性的境外查查 第四 對加拿大蔬苔牛肉的要求 這個非常重要 第一個 須來自通過獸醫官屠宰前檢查之健康牛脂 第二 必須來自30個月齡以下的牛脂 第三 必須屠宰時除去所有的特定風險物質 第四 必須是合格蔬苔工廠所生產 第五 必須每一批產品都在輸出國官方受醫師監督下生產 確認產品符合蔬苔的規定 第六 必須每一批產品都付加拿大官方受醫師簽發之衛生證明 第二 我國對日本輔導等五線食品管理現況與規劃 第一 現行的管制措施針對一百年日本311大地震 導致福島第一核災事故 我國自一百年3月25日起 暫停福島群馬 立木 赤城及千列等五線之所有食品輸入報院 五線之外 行政區所產生九大類產品輸入食區逐批查驗 第二 需要屬於104年5月15日起針對日本實施所有產品 需要檢護產地證明以及特定地區之測定產品 特定食品檢護輻射檢驗證明之兩項輸入管制措施 二 我國以國際間輻射污染容許量的標準 105年1月18日我們全面加研修正我國食品中原子層或放射能污染容許量的標準 第二 修正輻射容許量的標準 一 國際間的風險計算模式進行評估 三 各國對日本輸入食品輻射管制的措施 一 世界各國持續以解除或放寬管制措施為方向 調整對日輸入食品管制措施 第二 目前國際間多數國家為禁止日本單一線的全部產品 世界各國僅中國針對日本輸入等10線 以及我國針對輸入等5線所生產的食品採取全面禁止輸入的措施 我國對日本食品之管理儀式國際間是最嚴格 第四 我國對日本輸入產品檢測的結果 一 食藥署至100年3月14日起委託原人會辦理日本輸入產品輻射檢測 到105年7月11日止共檢測8萬8千餘批日本輸材產品 其輻射檢測值結果皆符合我國標準 而且微量檢測的建設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同時我國也監測日本國內輸入檢測的結果 未來工作重點 為保障國人健康 我們還是持續科學以科學證據作為食品安全管理 以至依據日本輸入產品能維持現行的管制措施 未來仍以持續觀察日本國內食品輻射檢測的結果 以及世界各國對日本食品輸入管理規範及檢測的結果 作為日本食品輻射安全管理措施的依據 第三 美豬萊克多巴胺未來的規劃 目前的辦理情形 目前以行受體術 人為行政院農委會禁止製造、調剂、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之動物用藥 但不包括作為供牛汁使用之含藥飼料的添加物 萊克多巴胺系以行受體術之一種 因此能禁止作為豬飼料的添加物 那目前仍維持現行的管制措施 以上簡單報告 好 我們謝謝衛福部林部長的報告 那現在我們就要開始巡答 每位委員巡答時間10加2分鐘 列席的委員是6分鐘 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三會前提出預期不受理 12點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現在就請第一位洪慈雍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我們請部長 好 請部長 還有署長 石耀署署長 好 請署長 委員好 部長長 部長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一下加牛的一個問題 從去年開始加拿大他通報了這個狂牛症的一個案例之後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我看政府就從報告裡面看到 不管是舊政府或是新政府交接之後 其實做了不少事情 那我想要問一下部長 這中間石耀署對外所公開的資料跟報告 你覺得他對於民眾的公信力高不高啊 我們多照這個科學證據 有證據出來就會跟各界來報告溝通 好 那署長你有沒有要補充什麼 剛剛委員所說的是對於民眾的部分 對 對外公開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公開的資料其實都是非常技術性值的 那不管是風險評估或者是我們的一個查核報告 其實內容都非常的艱深 因為它是一個技術性的一個報告 但是在食藥署的網站上 我們有一個牛肉專區 專區裡頭就有針對民眾的疑問 或者是我們最現在的一個執行狀況 都有在牛肉專區裡頭用QA的方式呈現出來 好 來 因為我想要告訴署長跟部長 其實我們從網站上面去看一些會議資料 它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重點 那也沒有發言的一個栽要 好 那風險評估的部分呢 是拿國人 我們去食用這個加拿大流肉的這個數量來平均 所以它算也是一個學理上面的一個就是評估 那38頁的這個實地查核的報告裡面就有兩頁的結論 好 那在這份報告裡面 其實我昨天有好好的去看了一下 好 雖然說署長說裡面可能是比較艱深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大部分是在講這個查核的一個流程 那以及當地 加拿大當地的一個法規 那最後的一個結論呢 就是說這個查核的結果 是符合加拿大現行的一個規定的 那當中其實我們沒有看到的是 我們請的這些專家委員 他的最後的一個結論跟意見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說 如果就是艱深的東西看不懂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讓民眾去相信說 這樣的一個進口是安全的 請問一下 是 其實在所有的風險溝通跟風險評估 都有一定的程序 那我們在6月初的時候就開始跟各部會 開始對不管是團體或者是委員代表們做風險溝通 那之後其實我們對所有食品輸入的安全 都是食藥屬在做把關 那對於沿頭的管理的部分 我們有定一些的標準 就是加拿大出口的時候它必須符合 那在邊境的時候我們有三管五卡 那在上市後監測我們持續會進行 那標示的部分呢 加拿大牛肉產地來源必須要標示 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好 那我就要跟署長跟部長講 其實從去年11月開始 我們去了加拿大去實地去查核 那12月份有針對這查核資料 請加拿大他要提供說明 對 那也召開了專家委員的一個諮詢會議 那3月的時候完成這份報告的一個審查 其實這中間你們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民眾他只知道說你們去查核 去當地查核 那已經開了幾次的專家會議 那你到底查了哪些場 其實民眾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看了報告裡面我也不知道 那專家意見是什麼 為什麼這些東西是沒有跟對外去做一個說明 這個實地查核分類兩種 一種叫做系統性的查核 一種是例行性查核 這一次因為還沒有恢復進口 所以它叫做系統性的查核 主要是查它的法規 它的流程這方面 而且跟加拿大管理單位做溝通 而且需要我們的問題回答 第二種就是例行性查核 這是查核 那主要它的進口量比較多的這些廠要做查 這是例行性的 那在拿大這一次去的是叫做系統性 系統性是比較嚴格的 好 所以這次查了哪些廠 它沒有 系統性是不用 系統性不一定是查核 例行性才是查核 所以這次沒有查核 可以這樣說嗎 對可以 還是署長你要補充一下 是 報告委員 這一次我們做系統性查核 其實是從頭到尾 就是從它的飼養廠開始 肥育廠還有它的飼料廠 那麼對於它的屠宰廠 然後最後的包裝廠到出口 出口的時候它做了哪些措施 所以叫做系統性查核 所有養牛的跟屠宰的 然後到出口的一系列的廠都有 所以沒有特定去查哪些廠 但是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說有五個 所以是媒體報導錯誤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好像我確定說 我們沒有針對哪些廠去查 所以要等到說我們實際開放進口之後 才會有這個例行性的查廠 才會針對各特別的一個廠家去查 那所以我想要問說 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系統性的一個查廠之後 這樣的一個流程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保說現在加拿大的牛汁的進口 是安全無語的嗎 應該是這麼說 我們去做系統性的查核主要是 看加拿大現在的管理措施 跟它的申請文件裡頭的是不是相符合 那對於它的管理措施 是符合全球各國的飼養的規定 是不是一致性的 那麼在這幾年來 從2007年的飼料禁令之後呢 它在第19例發生之後 有沒有一些法令上的改變 或者是措施上的改變 主要是看這個 那在所有的委員 專家委員提出來回來以後 大家討論的結果 對於它的管制上的措施 是跟書面是一致的 那它在19例之後 也沒有做一些比較加強性的管制措施 可見加拿大的說明是說 它現在的管制措施已經足夠了 就是第19例是因為它是早期 70個月齡的一個老牛 所以在之前的可能是單一的案件的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人民可以相信說 在加拿大的牛肉是至少是安全的 可以吃的 應該是說我們的結論是 在加拿大官方監督之下 所生產的牛汁跟牛肉是安全 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要問一下 在整個溝通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看 其實衛福部跟相關的部會有一個叫做BSE的 發生國家牛肉及相關產品風險 溝通作業程序 我可以請教一下 這一個程序 它的一個溝通的一個重點是什麼嗎 包括委員那是經濟部的 對 好 那經濟部的代表 委員你好 你好 針對我剛剛所提的這個作業程序 這個溝通的作業程序 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要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才叫做完成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溝通要點是 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我們也是跨部會討論 報請行政院核定的溝通要點 它本身的精神 就是在處理我們 處理所有牛肉進口相關衍生的問題 所以不只是這個案子 以後我們所發生可能 任何各國產生牛肉相關的議題 那麼加拿大這個案子去年發生 也是經過很嚴格的審核之後 我們利用這個溝通的程序 當然溝通的這個 每一個案子有它不同的嚴重程度 但我們所利益的溝通辦法 本身是一個相對的全面性 但因為政府各部會的人力都有些 所以我們溝通 是不管是我們政府內部的協調 對民意代表 當然利益是最主要的民意機關 那麼對民間的團體 NGO 對食品安全有益力的單位 都是我們整個溝通程序裡面的一個主要的對象 好 那你覺得這次的溝通有沒有做好 在我們可以運用的人力之內 我們認為應該做到相當的程度 嚴格的一個程度 嚴格的程度 我昨天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昨天第一次 有你們的這個食藥署的台北區的小姐 來跟我這邊做解釋 這是昨天第一次 這是在公開之後 我才親自的見到你們部內的一個人員 所以我不知道說 你們現在所說的這個外部的溝通 我想全民的溝通 這麼多人的確會有一些困難 那但是還是可以做 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在未還委員會 或是其他的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這相關的部會的委員 我相信沒有很多 尤其在未還裡面也就15個 那為什麼還是有一些委員 在你們公 就是已經公佈要開放進口之前 都沒有詳細的去聯絡到 那昨天呢 我也才收到這一份縮帖 我也才收到這一份縮帖 那這份縮帖 我不知道為什麼 5點多又來跟我抽換 這件事情有掌握到嗎 5點多為什麼要來抽換 報告委員 其實委員辦公室 我們同仁有去過好幾次 應該是去過兩次 那我們也遞送了資料 就是在6月15號左右 有遞送資料 這是到時代力量黨團 對 黨團也有去 黨團是我們所有各部會的都有去 到委員辦公室也有去 我們也有遞送資料 我們也是尊重各個委員會 各個委員裡頭 委員所想要知道的內容 我們也表達說 我們想來做說明 那昨天的抽換資料是因為 那個所附的附件裡頭的 那個程序裡頭 那個委員的名字 但是似乎有一些漏裂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資料 做一個補充跟補證 好 對 那我昨天也去看了一下 你們抽換之後的一個資料 因為4、5點才來抽換這個資料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來的時候資料是正確的 應該沒有必要來抽換 我今天要提醒的是 這個或許是從前政府 就要做的政策 那到了就是新政府上任之後 我們來做 好 要不要開放 這經貿要不要開放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 充分的來溝通來討論 但是這個過程 我還是覺得太過於粗糙 這溝通的程序還是都沒有做到 跟民意代表之間沒有做到 怎麼跟全民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部分我其實還是要 再跟部長提醒一下 還有相關的 不管經濟部外交部這邊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 好好的一個檢討 那部長我要提醒你 這件事情 就是鐵打的衙門流水的關 今天我想你上任之後 過去這些在這些行政單位裡面 他們作業上面的一個 就是便宜形式 或者是沒有謹慎的部分 請你要嚴加督導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吳坤玉委員質詢 主席號 各位先進早 好 那我們請那個衛部部長和次長還有江署長好了 我們請部長跟次長還有署長 好 部長長 我知道部長是很辛苦 這個決策可能 部長可能也是 可能由江署長這邊上來 那因為決策的時間 受到很大的質疑 這個讓我想起說江署長 記得我們前年加拿大牛肉重新開放的時候 是什麼哪一個時間點 署長記得嗎 在立法院會議最後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 記得那時候好像是過新年 會期的第二天 那好像要過新年是不是 其實我記得那個時候程序上是要召開牛肉的專家會議 那我記得專家會議開完就馬上宣布開放 對不對 那一次是這樣子 那我想說今年專家會議是幾月開的 6月15號 今年的牛肉專家會議 牛肉專家會議是 那個茶場完以後不是要開 3月 對對 那為什麼3月的時候沒有開 因為上一次是專家會議開完就馬上開放了 我記得會議還沒有開完就已經宣布開放了 那這一次為什麼3月開完的時候沒有宣布開放 而是等到現在才來宣布開放了 包括委員 因為當時3月份開完專家會議之後 我們把所有的會議紀錄跟所有的決議的內容送到經濟部去 我們所有的後續的過程跟決定開放時間點都是由經濟部那邊做決定的 那這個是因為新政府這樣的規定還是說前朝的時候就專家會議開完的紀錄跟所有資料不需要送到經濟部就可以宣布開放 因為那一次是專家會議開完就馬上開 我記得我去報告的時候事實上連我還沒有走出會議室就已經宣布開放了 我走出來就已經知道開放了 那所以這一次的決策跟上一次有什麼不一樣嗎 報告委員 我們上一次我記得沒錯的話是當天是開食品專家跟民間團體的一個食品安全的一個報告案的一個會議 而不是專家 那天有開牛肉的專家 牛肉是之前開的 沒有沒有那天是有開的 委員有邀請過來各界 所以同時開嘛對不對 風險溝通會議跟那個BSE的諮詢會一起開 所以這個是可以操作的嗎 在決策上是可以操作的是不是 應該是說在這個所有要開放的一些議程跟內容 其實在這個那一天的專家會議之前已經討論完成 是 那這次為什麼沒有時間 那已經送到那個經濟部去做所有的各部會的討論 討論之後那天跟專家兩個諮詢會跟委員會的會議跟民間團體 是在告訴這些我們要開放跟輸入的管制措施跟所有的食品安全年度的監測計畫 對 我知道 那這一次為什麼沒有像上一次一樣一起來開 然後專家會議或是食品安全小組會議就同時開 開完就可以馬上開放了 為什麼要等到現在 在經濟部在討論找農委會還有衛福部跟外交部一起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希望這個溝通可以時間更長更好一點 而且第二個就是希望是在會期裡頭開 而不是在會期結束以後再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比較長的一個外界的溝通 這個好像不同 因為三月也是一樣是會期啊 三月都也都在會期啊 沒有說不在會期啊 所以我想了一下這個好像程序上 跟以前的決策程序好像不大一樣 讓我覺得懷疑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知道韓國也是很晚才開放 那韓國為什麼開放的 怎麼開放的 應該是說 依據跟加拿大的協議在韓國跟加拿大之間的規模裡頭 有說拿到最終調查報告 當加方已經送給韓方的時候就可以開放 他第一次 前面不是這一次發生性的案例 之前聽說韓國一直不開放嘛 那加拿大去WTO告韓國 有沒有這回事 然後仲裁完才開放嗎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不知道 應該你是不是這樣 那個經濟部 韓國是不是這樣子 可能要問經濟部 這個怎麼不知道呢 這個裡面好像都有資料啊 這個韓國市上一次是怎麼開放的 我們同仁來說明好不好 報告委員就是這邊 我記得就是那個韓國當時開放加紐的時候的話呢 確實是因為他其實不開放 那加國他就是要運用這個WTO相關的規範去做爭端解決 對對 那加拿大去WTO要求仲裁嘛對不對 他們在這個進入仲裁之前的話 就是雙邊已經有透過雙邊的溝通 然後呢 韓國就跟加拿大這邊有達成一定的共識 那之前有送 加拿大有送科學證據嘛對不對 有送一份評估報告對不對 對 那一份報告 加拿大那一份報告怎麼來的 你們都知道嗎 真的歷史悠久了是不是 聽說 歡迎我們公布在網站上的評估資料報告不是嗎 在 我們現在去加拿大的網 官方網站 那個評估報告就是掛在外網 對就是歡迎台灣做的評估報告嘛 我們評估報告公布在網站上 加拿大把我們翻作英文 送到WTO去做科學的證據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評估報告是根據 已經經過國際的檢驗了不是嗎 有沒有這一回事 這個 這個我們可能要回去再了解清楚 這個真的要確認 其實加拿大 韓國是 情況怎麼樣都應該了解 這個我們都 既然是國際的貿易的糾紛 那我們要解決糾紛 我們要知道人家是怎麼去解決的嘛 那確實韓國是 加拿大送的是我們公告在網站上的資料嘛 因為國際上做 帶骨牛肉或是 狂牛症風險評論 對人健康風險評論 報告很少啊 真的是很少 當然就是說我們程序走完沒有錯 但是風險評溝通真的很重要 6月7號確實國會聯絡人有 食藥署的國會聯絡人有人找我 那我建議說既然程序走完一定要強化風險評估 那我不曉得 不管是經濟部這邊也好或是藥署這邊也好 溝通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做風險溝通的目的在哪裡 希望說明在這一次政府所做的作為 然後另外對於這個加拿大牛肉要是進口的時候 它的安全性應該要讓所有的我們的立法委員 民意代表跟我們民間機構都非常清楚 那在我們也做過風險評估 那評估的結果是如何 那再另外呢 對於我們各部會之間小組也做過討論 討論的最後的結論跟 支議會的結論跟風險評估的內容 跟加方的最後的調查報告的內容 我想這一次溝通事實上是不理想的 我想過去前朝怎麼做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民眾對食品的安全是不具信任感 所以這裡麻煩就是說部長或是何市長 未來針對食品的安全相關的溝通一定要督促 因為現在民眾是對食品的安全是不具信任感 現在任何其實有反對的意見出來或是質疑的聲音 對任何的決策都是有很大的質疑 就會產生很大的質疑 所以這一點真的要非常小心 溝通不是針對立法委員 真的 也不是把NGO找來開會 不是這樣 這不叫溝通 這開會不叫溝通 溝通一定是在決策之前 那一定要充分的讓這些NGO了解 因為我看外面寫的報告裡面 有人在質疑風險評估 我就發現說 比如說他說模式改變的參數非常少 那我要請問你們如果有看過評估報告 當我們在做美國牛肉的風險評估 跟加拿大牛肉的風險評估 差異只差異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只差異在發生率嘛 結果美國發生率跟加拿大的發生率不一樣 其他都是參數都一樣 因為都是我們國人在吃啊 進口到國內來吃啊 所以這個 當質疑的人 在質疑參數我就覺得 民眾真的不了解 民眾真的不了解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要充分溝通 那溝通 尤其像茶廠一定要請 會有潛在反對的專家出去 讓他們了解 我們真的 尤其新政府是要強調溝通 資訊透明公開 以後茶廠拜託 邀請一至兩位 如果你是五位的話 至少兩位是可能會反對我們的人 不要只是過去支持這個政策的專家 不要這樣子 一定找那些潛在會反對 政策的人 讓他們知道茶廠是怎麼做 了解茶廠的過程 那這樣他才會相信政策 才會 他們的肯定才會讓政策有成功的機會 我們去做溝通 事實上是要達到共識的目的 不是無謂的溝通 像目前我看起來溝通效率不好 就是沒有把所有資訊透明公開 公告在網站上的溝通 不是真的溝通 那是很被動的很被動的溝通 日本有做過研究 像公告在網站上的溝通 那個效率不好 效率不好 那個是一定主動 你是主動去跟消去會報告 跟他們坐下來談都沒有關係 跟主務聯盟坐下來談都沒有關係 針對那些可能會反對的人 坐下來談 好好聊都沒有關係 尤其像我們何次長 我們部長 如果跟譬如說一些神經科的醫師 他們你們的語言是共通的 坐下來談好好解釋 是有辦法達到共識的 因為像這個評估報 在國際上已經做過接受檢驗 也發表在很好的期刊 那為什麼不敢去面對它 好好解釋 讓這些潛在反對的人了解 我覺得我們措施一個很好 讓民眾信任的機會 我想未來真的要改善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吳玉請委員質詢 主席我想先請經濟部 是哪位 我們請經濟部的代表 陳 談判代表 好 是 剛剛這個部會報告 沒有讓經濟部上來做報告 可是我很想問的是 這一次這個7月8號宣布這個開放 應該說是恢復加牛的一個輸入 那這個時間點其實是經濟部定出來的 衛護部是配合經濟部這邊的一個 這個核定才公布的 所以挑在所謂颱風業 這怎麼那麼巧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其實說經濟部其實我們不敢講 但我們經濟部負責統籌協調四個部會的對外溝通工作 那麼7月8號 當然我們在程序上是經過報準行 這也是一個行政流程 報到行政衡準 這個工作籌備多久了 這個整個的算是說 從啟動檢視跟查核跟到加拿大去 其實可以回到 剛才前任務委員執行的時間 就是這個風險評估在3月通過之後 所以3月到7月 所以我也等於有一點利用這個機械 在旅行務委員的議題 也就是我們3月風險評估之後 其實是到7月才公布 其實中間整整就是過了幾乎4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4個月是你們在加上 跟我們立法院的溝通 跟團體的溝通 對 4個月其實是幾乎等於沒有停過 那麼選在7月8號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我必須這個當然也有各位看到 其實就是為了要尊重立法院 尊重民意代表 我們是專門 就我們內部就是建議 要選在立法院開議期間 我們大可以 當然也有人很容易就可以 像以前的例子 可以選在可能修會 或是即將修會 如果你在修會期間公布的話 大概也會被罵得很慘 對 我想一定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本身的出發點 就有這個考慮在內 是 那我們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要再 請行政部門也在釐清 加拿大牛不是開放 開放應該是在2007年就開放了 這一次是因為去年有病牛的出現 所以才暫停 謝謝吳委員 所以現在是恢復的一個措施 謝謝 完全沒錯 其實我給各位一個簡單 包括一個簡單的一個圖像 簡單的一個圖像 去加拿大陸陸續續 花十幾個例子 但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其實是在2007年開放30個月齡以下 不帶股 我們必須講是分階段 在2007年是開放不帶股 之後呢在剛才委員提到2013年的2月 也就是過年期間 雙方簽訂了一個議定書 也就是說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是30個月齡不帶股 第二階段呢經過冗藏的時間 已經接近6年的時間 才開放30個月齡以下帶股 但基本上都是 到目前為止都是30個月齡 也就是小牛 不是那個發生 那各位不要忘了 在我們簽訂牛肉議定書的同時 加拿大已經從2000年開始 到2013年 陸陸續續發生18個例子 18個 這18個例子據我的了解 並沒有流入跟人類食用 它都是在飼料 就是那些老牛 並沒有流入到死物鏈 我們人類的這個 所以18個例子呢 我們已經在2013年 跟加拿大政府簽訂了一個 牛肉的議定書 也就是我們對於它前面發生18個例子 已經基本上等於說幫它clear 不是我們 這是世界公認的 全世界各國通行的 所以今天只是因為去年2月 加拿大很老它額外發生 第19個這麼一個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在整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總共花了將近激進一年半的時間 就是處理這第19個例子 所以在這過程中 經濟部認為說已經滿嚴謹的 在審慎評估它的風險 以及說對國人的食安的問題 我想今天的報告裡面 這個衛福部很負責任的 因為他們擔任我們國內這個食安的最高的 等於是一個主政 而且是一個專家的機構 他們利用這麼一個很嚴謹的角度 他們也把整個這一年半來 我們就專指19例 政府內部所處理的所有的步驟 如果把這些步驟 我自己看的這個衛福部報告 如果你把步驟加起來 可以數以幾十個計 每一個步驟所要引爆 所要衍生的不只是衛福部 各部會專家 我想投入的精力 恐怕已經是相當之多 有關風險評估 待會會再問衛福部 你們新院長林全之間的交接的時候 也把這個四項列為重要的交接四項之一 不曉得你們當時的了解是怎麼樣 我以一個等於說 處理的一個文官的角度 我自己從來沒有感到 前後政府的差別存在 因為政府都是很嚴肅 我是指各級政府 很嚴肅的看待這個食安的問題 所以意思就是新舊政府都有共識 而且是站在食安的安全上面 風險評估安全的情況下 才決定要開放 而且是前後都一致的 這個是顯然是前提 在沒有一個施免安全評估 很確認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沒有這樣 我們經濟部也不會邀請 各部會做這個 所以4月8號是你們已經在3月份 已經有做了這個查核報告的審查 確認之後才跟院長這邊 兩位院長大概也比較清楚 這個風險的狀況 才做這樣的 比較做這樣的才勢嘛 是 沒有錯 好的 謝謝那個經濟部 我接下來要問我們這個衛福部 林部長 剛剛其實 經過說一年多的一個 大概審慎的評估 或是 包括茶廠 或是所謂的茶核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過程是 還算有一定的嚴謹度 而且算 以其他國家來講 如果看相關資料來看 我們大概最晚開放了 中國大陸在去年 雖然是去年的2月22號 暫停輸入 可是他們在4月9號就開放了 就恢復了 韓國是到去年的12月30號 我們算是最晚到7月8號 才這個恢復 那我想問的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我們加拿大那邊提供哪些資料 因為剛剛的報告也非常的短 所以加拿大提供哪些資料 足以證明他們這樣的一個 對台灣這個 牛肢的一個輸入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要請 第一個就是我們去年11月做的實地的查核 所問的問題他要回復 在去年12月回復 第二個他的最終報告呢 是在 他提供最終報告 那個最終報告是給全世界各國 每個國家都有 那我們接受的比較慢是不是 其他國家比較快就接受他們的報告 我們接受的比較慢 我們還是比較嚴謹 還要做風險評估 還要專家會議 事實上開了三次的專家會議 所以這個第19例的BSE的案例 他最主要的源頭是什麼 是飼料嗎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不曉得這個部分 這個推斷目前專家的推斷 可能飼料引起的機會是比較高 是 那這飼料的問題解決了嗎 飼料的流向他們有這個 這個飼料比較詳細 2007年他們定了新的辦法之後 這個請署長 報告委員 在加拿大在2007年 實施了飼料的禁令 就是SRM的部分 不可以進入飼料裡頭 那在獅子牛是2009年出生的 他出生的地點牧場 跟第17例是同一個牧場 那17例是比較早出生的 2004年出生的 所以當時加拿大 因為沒有其他的案例出現 只有19例 而且跟第17例同一個牧場 所以他們最終的報告裡頭 認為這是一個單一事件 而且是早期飼料禁令之前的飼料 所引起的 那在2007年的飼料禁令之後 更新的飼料禁令之後呢 所有的飼料廠他們去查核的結果 都符合現在的一個飼料禁令規定 所以這個問題原因也大概排除了 確定是排除了 那我很想問 剛剛那個報告裡面也提到說 你們在官網上也都去提出了 風險的一個評估的報告 我很想問啦 因為大家都覺得在溝通上面 或是在對大眾的溝通上 還是有些疑慮 那可不可以在這個時間 也請看部長或是署長 可以說明一下 到底這一次有關加牛的這個 風險評估結果是怎麼樣 能不能簡略 或是用民眾容易懂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還是要請我們的幕僚 各幕僚來協助 因為我覺得這個已經很專業 所以要考部長跟署長 有點困難了 來 我給你一點時間 來做一下說明 那個風險評估 是 那報告委員 那就是風險評估的部分 也不是我個人的專長 但是因為我是從事主管這個業務的 所以對於這個風險評估報告的做 風險評估的這個做法 有一些了解 那就是這個風險評估的話 是依據加拿大的這個 BSE牛脂的這個推估的發生率 然後去換算去推測它 如果它進入食物鏈的話 它的機率有多少 然後再以國人攝取牛肉的量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 這個 不量蛋白 如果被人吃到這個 體內之後 在這個體內可能會 複製感染的這個 預估的這個速率 那整體去評估它怎麼樣的這個 可能會造成人 吃到這個病原的這個健康的人 會感染發病的這個機率 那這樣子推估起來的話 其實依照這個設定的參數的話 剛剛這個委員他有特別提出來 就是除了發生率各國會不一樣以外 那其他國人的牛肉攝食率 還有這個病原在體內 那個複製的這個速率的話 其實參數都是一樣的 那而且我們這個做這個評估的話 其實是把這個國人攝食牛肉的總量 都把它以攝食加拿大 或者是說要評估的國家的那個量為主 所以其實都有高估 那還有加上就是這個一些參數 就是那個風險因子的參數 那所以那個評估起來的這個數字 其實是有點 比實際上會發生的這個機率的話 還要再高估 但是我們整體評估起來的這個數據的結果 是非常的低的 都在百萬分之一以下 百萬分之一 百萬分之一以下 對 就是我們經過 我們做了各國的這個評估 各國的比較跟評估 那加拿大牛也佔我們輸入的比例 從農委會或是剛剛報告 好像也非常的低 是比其他國家要低很多 低很多 我們最高是1.7% 然後最低是0.12% 所以看起來就是在風險上面 尤其加牛的部分 可能比其他國家的牛 風險也沒有特別高 是這樣的情況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好 那我想 從這些資料還有剛剛經濟部的說明 還有衛福部的資料說明 我想我們這一次恢復這個 加拿大牛的一個檢驗 我想是 是屬於新舊政府交接的事項之一 那也沒有新舊政府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有一致的概念 共識就是 在安全風險評估上面 食品安全合乎的情況下 才做這樣的開放 所以不是偷偷開放 應該是討論非常久的一個開放 只是說對民眾端的溝通 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要請衛福部 不只衛福部 其實各部會都應該 加強相關的溝通 因為這個信息 雖然我們立法院是知道 可是我想一般民眾 可能在7月7號 才得到這個訊息 7月8號才得到這個訊息 可能會覺得有點倉促 可是這個溝通 可能不是只有透過網站 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一些管道 來做相關的溝通 這個是不是請衛福部 也持續來做加強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一鳴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的林部長 謝謝 請林部長 部長早 維老 你好 請放下一張 那在談論這個福島的輻射食品 或者是這個加牛進口的這些議題之前呢 本夕想針對昨天的一則新聞呢 先跟部長致謝啦 我想其實在我想部長應該還記得啦 你還沒有上台之前 我們已經有些參緒嘛 也溝通 在那次參緒裡面 其實我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健保 常常是在河山的時候 是匿名的河山啦 那這個其實是讓我們的全國的醫事人員 尤其在基層的醫療的工作者 是非常感到憤怒 而且無奈的事情啦 你都想說 還是你把你一台車搬去 你車送給你 收利 收利後 你跟保險公司 在申請禮賠的時候 保險公司 如果說 你修了一萬塊 它是禮賠你五千塊 剩下的五千塊 難道是保險 是那個修車廠要付錢嗎 一樣道理嘛 如果基層的醫療 他們盡心盡力的來做醫療的工作 結果到最後 送到健保署 你就給他核刪 像這個宜蘭診所的這個 汪立委汪醫師 他就碰到這樣子的狀況啊 所以 他跟健保署是 申報72萬點 被核刪了 只剩下43萬點 一公共連醫官要發年終獎金 都買不出來 所以他到你們的健保署前面去 絕食抗議嘛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啦 那真的是謝謝部長 有聽進去啦 其實本席在6月22號 也有就針對這個 具名核刪的議題 也有跟你請教嘛 那其實也有得到 您善意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在昨天 我們在健保署 還有在我們部長 這個在諮詢了全國的醫師的團體 醫療很多的醫師機構之後 也有一個善意的回憶 現在有七家對不對 七個學會 七個學會已經通過 就是一定適用具名的來核刪嘛 對來審查 先這七個學會 試辦 試辦具名審查嘛對不對 具名公開 具名公開審查嘛 那我覺得這非常的重要啦 這也代表說 醫界是要往前進一步 更不要講說 杜絕黑箱是很重要 而且這樣子 具名的審查也具有教育的意義嘛 因為醫學中心在審查 你總是必須要有一個 說服人的理由 說我為什麼要刪你這個東西 不是為了要刪而刪 我想這很重要啦 所以這本席予以肯定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張 那我想今天其實要討論的 這個福島 這個食品 我剛剛也有看 聽了您的那個報告 那我有幾個 第一點 就教於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署長 江署長也在這邊 首先就是 我們現在一直在談 在你報告裡講 是五個縣嘛 對不對 你想是不是群馬 什麼福島 立木 資成跟千葉 五縣 可是 國外很多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他們其實 暫停的 進口的 不是只有五個縣喔 中國大陸有十個縣 我記得韓國也有八個縣 那為什麼我們只ee focus 太行股 我們也有八個縣 來做這件事 這個全面禁止的 縣 拜托世界縣 全面禁止 只有兩個 就是中國跟我們 那中國是十個縣 我們是五個縣 其他的並不是 做一個 所以是不是應該 縣別方面 對 應該再考慮 應該擴大 免得有漏網之餘 我們覺得很多事情 風險評估都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同意 而且常常很多的是在沿海的 這些什麼秋刀魚 這些如果它就是污染了 那你進口你食用了 尤其國人喜歡食用 這個日本的一些食品 所以這也跟你們的縮帖 你們報告說 很多國家都已經解禁 那麼解禁的這些國家 歐美這些國家 其實他們對日本的食品 沒有那麼瘋狂的喜愛 而我們台灣 報告委員 那個韓國它是部分食品 我們是這五線是全部所有的食品 所以我們比它還是嚴格 是嚴格 但是你的限別就是比較少 對不對 那一樣的話 就是說我的建議 這個限別應該再重新考慮 還有呢 你們說是在1月18號 才修正了我們的這個 加鹽的這個我們的容許的食品中原子成果 放射能的這個容量的標準嘛 換句話說 在之前標準是比日本寬鬆的 這樣對不對 我說對不對 報告委員 應該是說 在日本在發聲輔導事故前 日本的規定比我們嚴格 對不對 是現在 現在也嚴格 那之前呢 我們現在變嚴了 可是我們之前比較鬆嘛 對不對 報告委員 是102年的時候 在日本 有做檢討 你們現在自己報告說 是在1月18號才加鹽了 修正了我國的標準嘛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在1月18號之前的標準 是比較寬鬆的嘛 對不對 是比 有部分比日本寬鬆 是嘛 是 但是日本為什麼會比較嚴 就是因為它在輔導之後 自己檢討把它 對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日本是比我們嚴格 我們比較寬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過去這兩年來 因為我們的規定是比較寬鬆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在日本 檢驗不合格的 輔導的食品就到台灣來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不可能 對 在我們邊境 報告委員 我們在邊境做管制的時候 我們的標準 除了是我國的標準之外 我們還比照日本的標準 就是屬於比我們嚴格的部分 比照 那你比照日本標準 但是你的一開始定的標準 是比較寬鬆 為什麼會有兩套標準 應該是說 這不是很奇怪嗎 日本在101年的時候 加鹽了它的標準 所以它的標準 跟大家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可以請署長 把過去這個標準 你們怎麼去訂定 然後現在怎麼訂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給本席一個清楚的報告 好不好 好 謝謝 因為民眾會擔心 主婦聯盟的一些志工 甚至有從日本移民到台灣 住在台灣的 這個日本的主婦喔 家庭主婦喔 他在公聽會上面 就公開講說 喔這個日本的這個 狀況很嚴重 請大家不要吃這些東西 應該是日本人在說的 勸我們台灣人不要吃 這個進口的 這個日本的食品 所以我們也會怕 更不用說 其實我們的標準 一開始是比較鬆 1月18號才變比較嚴 所以中間就有些漏洞嘛 那另外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加牛進口的問題 然後前面幾位委員 也都有談到這個 風險評估的狀況啦 還有就是這一次其實大家比較 質疑的部分就是你的程序的問題 你就是專家會議還沒有開 然後呢就是整個的 預告期也沒有預告期 看下一張 我記得在2015年的時候 當時的經濟部部長鄧振中 這次結錄自由時報的一則報導 他說我們現在開始公告 公告30天 讓各界充分表達意見 表達完意見之後 最快會在3月17號 才會正式生效 公告30天 然後總共收到457筆的意見 其中有17筆是反對的意見 那我是說明說 當時其實是有個公告期 下一張 可是我們這一次 完全都沒有公告期 在7月8號趁這颱風夜 而且還用密件的方式喔 這聯合晚報的新聞 晚間6點多發布新聞稿 其他相關部會都在下午收到 食藥署傳來加牛開放的密件公文 我覺得覺得很奇怪 如果這個是一件 已經經過了審慎評估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麼擔心 而且要在颱風夜 趁著大家忙著要備戰 颱風的時候突然就要進口 宣布進口 我們署長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是有受到什麼壓力嗎 報告委員絕對沒有 我們在食藥署的 我講的壓力是我們部長有沒有給你壓力 當然也不 有嗎 部長 我沒有 你沒有給他壓力 我們次長也在 次長要不要上來一下 我們那個何次長 何次長 你是主管這個食藥署的嘛對不對 好 次長 能不能說明一下 有沒有給我們這個 我們署長壓力 關於這個加牛進口的事情 我想加牛的事情 跟委員報告 就從陳如文部長所說 從4月8號 前任張院長跟新任的林院長 之間的一個交接事項 所以剛剛前面也特別討論 在520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相關的工作 我簡單講 就是你有沒有給他壓力說 趕快趕快在颱風夜來公布 我想我個人是在部裡面工作 部長還有我跟署長 其實都是議題的 沒有誰給誰壓力的問題 而且我們充分尊重 沒有打電話關心一下 沒有沒有 趁著颱風夜 我們趕快把它過 我想如果這件事情 講起來實際上是 7月8號是 原來就預定天上天的事情 那是因為考量到說 是不是颱風天 反而媒體記者都忙於 其他的一些報導 所以就趕快讓他過 也不是趕快 就是大家一個考量之下 從經濟部那邊來的一個訊息 所以也是有考量到颱風天 經濟部 但是絕對不是所謂什麼突襲 或者這類的事情 王次長 王次長 我第一次見到你來 請 來 請上台 對 常常都是在 申請到Pattern的時候 專利看到你的名字 所以你現在也擔任次長 好 來 委員好 說明一下 WTO的談判也可以上來一下 好 我來問一下 你們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因素 WTO在談判的時候 加拿大那邊 有給你們壓力嗎 其實沒有 那這個最主要就是 確實我們在 那有什麼交換到什麼利益嗎 沒有 沒有為了這個事情去交換什麼利益 那你這樣就做得很差喔 談判的 這個談判不就是 應該要得到一些 經貿的談判 我們願意進口加牛 我們的民眾還有吃的風險 結果你現在就沒有跟他談判說 那你也讓我們的農民 農委會也請上台 你們沒有要求說 那我們什麼農產品 也可以進口到加拿大嗎 這是盡量的事情 所以不是這樣 是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要求說 我們農委會的香蕉 跟委員報告 就牛肉 或者是我們農產品 跟委員報告 就國內的牛肉來講 應該要進口到加拿大啊 我們台灣的牛肉 在整個消費的市場裡面 非常有品質 而且它是溫體牛肉 而且我們的價格非常的高 我沒有問不對題 我沒有問不對題 我是針對問題在回答 沒有 你完全問不對題 我沒有問不對題 就加拿大裡面來講 好不要強編 我再問你的是說 我再問一次喔 仔細聽 我問你的是說 在這個WTO的談判裡面 我們家牛要進口 加拿大牛肉要進口 那我們有沒有相對的 在談判過程 讓我們的農產品 也可以進口到加拿大 農委會你們有沒有給意見 我們非常同意委員 在整個談判過程裡面 本來就是 如果我們有退讓什麼 我們當然要拿什麼東西 這個是在所有的經貿談判 我非常同意委員 而且站在農業的角度 農委會當然要幫農業部門爭取 我們可以輸出到加拿大 但是就這件事情而言 它這個是一個所謂 在相關的國際規範底下 我們怎麼去執行 我覺得這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這是針對這個問題裡面 在整個風險評估的 這個意見的這個回答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跟鄧先生 我們的副總談 是不是 您是 農層 陳 就是副談判代表 所以你們沒有徵詢農委會這邊 所以在整個談判過程裡面 沒有幫我們農民要到任何東西 結果我們全民 還要來吃加拿大的牛肉 加拿大的牛肉 難道沒有替代嗎 我們可以從別的地方進口 為什麼要從 一定要從加拿大來替代 放到最後一章 我要來講一下 我這一次 我今天早上 才跟台大獸醫學院 的這個賴秀瑞 榮毅教授 他也是這一次 去年11月 查場的三個專家之一 對不對 署長 是 三個專家之一 我跟他電話裡面溝通 他告訴我說 有這些問題 查場有這些疑點 第一點 肉骨粉的飼料線是有問題 因為發生問題的這個 阿巴塔的那家牧場 也是第17件 BSE 就是狂牛症的地點 同一個牧場 之前有發生第17例 去年2月又發生第19例 所以他們去查場 發現說 其實是飼料線有問題 因為 在豬汁它的飼料 它的那個廠裡面 也有養豬 養豬它還是餵這個肉骨粉 肉骨粉 它這個飼料線 跟餵牛 它還是 它雖然是沒有餵牛肉骨粉了 已經不餵牛肉骨粉 但是它飼料線 就用同一條線 所以可能是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有污染 但是更嚴重的地方是 發生這個第19例的 這個BSE 狂牛症這個牧場 他們同時間有600隻的牛 他們沒有全部立即鋪殺 有300隻都已經賣出去了 好像吃掉了 出口了 那流向無法掌控 第三點 鋪殺的300多隻牛 完全都沒有做病理的 BSE的切片的檢查 其實狂牛症 如果你做病理的 腦部的 病流的 病理切片檢查 你是可以知道說 它有沒有狂牛症 所以 為什麼沒有做 賴教授跟我們講說 他們當場 質問 這個牧場的這個主任的時候 他也講不出話來 你要想到一個問題喔 今天 同一個牧場 是第17例 就是在那個牧場發生 第19例 又是這個牧場發生 有300隻去向無法掌控 鋪殺的裡面 完全都沒有做 腦部的病理切片報告 這麼多的疑點 更不要講說 我們說狂牛症 其實是有個7年的檢疫期 現在加拿大還在檢疫期 你們今天說 這樣子 是在保障 我們全民的健康嗎 牛肉是有替代的東西嗎 為什麼一定要從加拿大進口 你們沒有承受任何的壓力 為什麼要在颱風天 來做這件事情 我本習真是非常非常的痛心耶 今天不要一直在那邊講 什麼張善政交接給林宙妍 張善政交接給林全 所以你們就要做這件事情 新政府上台 所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新政府的責任 不要推脫到前朝 我覺得這是基本態度 不是這樣子嗎 要不然小英為什麼要講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溝通 溝通 再溝通 你今天做這樣子的事情 你還要推到前朝去 本習完全不同意你們這樣子的作為 更不要講說 WTO 經貿談判 也沒有為我們農民 爭取到任何的權益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進口 我去瑞士的時候 我跟賴信元 WTO的全權的代表 跟賴信元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在討論美豬的議題 也一樣是在講 這是政治的議題 如果不是政治的議題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來做這件事情 坦白講 就是這樣 那些議題 那些議題 就說 你做一些議題 這件事 我現在的議題 我現在的議題 有講 我現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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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議題 你現在的議題 那些議題 你現在的議題 他也提出一點 本席在這邊其實是很難過 你們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洪茲庸洪委員 他問你們說 為什麼要在昨天五點的時候 去籌犯報告 籌犯報告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在前天 罵過你們一次了 你們根本沒有來溝通過 把我名字寫進去 說又來溝通 偷偷的塞一個東西到我的門底下 根本就沒有來溝通 報告我也從來沒有看到 你們人也沒有來 然後把我名字放進去 我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跟你沒完沒了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更不要講說 加拿大的牛 檢疫期七年都還沒過 你們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不是這樣子嗎 部長 請你仔細聽 這個狀況如果再發生 接下來的就是我們的美豬 含瘦肉精的美豬 你們是不是都是不溝通 再接下來的就是福島食品 也是一樣沒有一個SOP 然後都要在颱風天裡面 去跟我們這樣子的突襲我們嗎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下當的一個做法 請 是不是可以請 WTO 請經濟部給我一個報告 農委會是不是也可以給我一個報告 可以嗎 來 用麥克風 好 經濟部再提報告給委員 是不是可以檢討一下 可以嗎 是 可以 好 農委會 我們會提一個完整報告 而且這個報告裡面 首先呈現的是牛肉 台灣的肉農不會因為 加拿大的牛肉進口而受損害 好 謝謝陳怡民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曼麗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想要邀請那個衛福部長林部長 還有經濟部的次長王次長 還有外交部的次長李次長 麻煩 王源豪 你好 我想就是說在這個颱風天 然後大家看到了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加拿大的牛肉要開放了 其實我們就看到那個 就是說風險的這個溝通的部分 當然我們其實到現在說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第十九例 它是怎麼樣發生的 就是說我們跟民眾在溝通的時候 我是認為他其實應該把這個第十九例的這個案例 他必須要講清楚 大家才知道是說我們的前因後果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其實吳坤運委員也有講到溝通 其實是應該在決策之前 那我們就會想到是說上次就是我們的食藥署來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個人的感覺是有點像是說明會 就告訴我們說是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呢我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還能夠做什麼 因為看起來就是一個說明 那如果是說有跟其他的民間團體溝通的話呢 其實我是覺得是說可以更公開的透明 邀大家一起來溝通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 那部長你對於那個第十九例的這一件事情 可以在現在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前因後果嗎 那這個第十九例是加拿大去年2月發生的 那後來調查的結果我們有組團去調查 那應當是跟這個飼料是比較有關係啦 那其實剛才陳寗委員當然提到的那個流向 同批牛的流向其實是749隻 那這隻加拿大也都有很詳細的跟你們回覆 那最終報告也都有 它的所有的流向都非常清楚 那當然飼料也有很清楚的流向 所以事實上這個茶廠報 這個系統性的查核呢 加拿大是12月就有回覆 那最終的報告也有給我們 給世界各國家都有 所以事實上剛才提到那些問題 大部分都已經解決了 好 那就是說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是要邀國人一起來溝通嘛 那就是國人很多 所以也不知道要怎麼樣來邀這麼多的人 2300萬很麻煩 所以呢有時候就是說會邀請一些的重點的團體 跟他們做一些的溝通 可是呢就是說如果這個溝通它是公開的 其實可以把時間地點公開 然後讓有興趣的民眾 也許他是醫生 也許他是農友 他就有興趣的話他就可以來 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一個公開溝通的這樣子的一個透明的一個效果啦 那我想這個也可以給那個衛福部做一個參考 以後希望在溝通的時候尤其對國人關心的議題 希望他能夠更公開透明一些 那在接下來我要請那個經濟部和外交部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就是對外就是涉外的時候 我們的談判的代表 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這個經貿的交流跟議題的討論啦 那因為有一些議題就是會每一次的討論的狀況會不一樣 所以在沒有成熟以前可能有些事情也不適合在沒有成熟以前 就對外去宣布 所以如果當那個衛福部開始對外溝通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是在就是前面的外交的系統已經都溝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才會到外交部才不是那個衛福部才開始對外溝通嗎 應該是衛福部的這個風險評估這個部分最重要 這個部分要做完 那做完之後才會進行後續的這個溝通 那後續的溝通 在國人的溝通比較沒有問題 應該才是會跟經濟部跟外交部這邊去連洽 看看這個後續對外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要去對外說明的部分 好 因為我是在想是說 我們在講到是說 就是源頭管理非常重要 尤其像我們是從國外來的 國外來的一些的案例 所以呢那個外交部 那個就是我們的衛福部有訂出來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些的三管五卡 那這個部分其實很多人大概都狼狼上口三管五卡 可是它的一個重點 我認為其實是在第一關就是源頭管理的這一個部分 那管源頭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看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審核的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嘛 所以在這個審核的時候呢 我們會想要知道 就是說我們有要求他們提供三樣的文件 它的文件 那當然就是說我不知道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農業部 它的一個受益官 它核發的一個檢疫證明 或者它的書台證明 或者它的就是衛生證明 這個部分它能夠證明什麼 它是能夠證明是說 我們這個是沒有高風險 沒有瘦肉精 沒有狂牛症的因子 然後是30個月以下的牛肉或什麼之類的 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一些的證明文件 它會證明什麼東西 還是說它只是一個 跑一個刑事流程 報告委員 我們會要求檢疫證明 這個是農委會防檢局 這邊要去對於它的疫病的部分呢 要求對方國提出來的一個證明 那衛生證明是我們要求說 它在屠宰的時候呢 它的衛生是符合他們當地國的規定的 那規定呢 我們已經用系統性查核 已經去看過了 要符合 好 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 就是看起來我們國家的那個 酸管無卡的要求 讓他們證明的文件 都能夠符合我們台灣的這個 擔心的這個部分的需求 是這樣子嗎 是的 第一個是 在衛福部來說 第一個它一定要證明說 它是30個月齡以下的牛脂 那第二個呢 它在屠宰的時候呢 SRM已經去除 就是那個風險物質已經去除 是乾淨的牛肉 那麼第三個就是它必須是 不是用空氣槍去屠殺的 屠殺的一個牛脂 它是用那個針刺的部分 這個是證明裡頭 在受到SRM污染的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我想请问 就是说我们的三管五卡 就在源头的这部分 我们是有一个规范 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经过 我国认可的肉品工厂 那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去认可他们呢 这是家方要提供出来 那家方提供的资料 是我们是有多少家 然后我们会怎么样的去认可 是我们要去到这些家的实地 去做一个查访吗 家方在提出他们的合格工厂 合格工厂它会 我们会泼在我们的网路上面 那我们的进口商呢 看这个合格工厂 我们才接受它的报应 对 但是合格那两个字 我们是说是在什么点认定 是加拿大官方认定的 加拿大官方 所以我们的合格 接下来我就要讲到下一章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输入食品 有一个系统性的查核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例行性的境外查厂 所以我的认知里面 应该是说我们是有到 境外去做查厂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合格的嘛 那如果是说我们去做 境外查厂的时候 我想先请问一下 我们的经济部的单位 还有就是我们外交单位 就是说这两个单位 你们会一起过去吗 不会这个太专业了 这个境外查厂的部分 一定要查那个专业的部分 有没有符合我 就是它已经加拿大合格了 但是我们再查的部分 我们认为有没有符合我们的 所以这个就由 卫福部自己去做就好了 经济部和那个外交部都不用参与 对 农委会 好 那这样子 农委会会参与 好 农委会会参与 农委会会参与 农委会还有专家学者 好 那所以呢我想就是说 我还在意的一个就是说 我们到那边去查了什么东西 要确认然后核准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查了以后回来的这个资料 回国要做一个报告 那那个报告呢要向谁公开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部分 报告委员 这些查厂报告呢 我们都会公开在网站上 另外查厂报告 我们会提我们的资议会里头 做讨论 在这个这一次查厂里头 我们又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之后 你们把查过的厂 然后你们在网路上公开 然后呢台湾的这个进口商呢 他们就会去找这一些单位去 才可以接洽 是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 第一个是在开放前 恢复开放前 家方会提供我们工厂名单 那工厂名单就是这个名单 符合台湾的需求 所以它可以出口 那我们在台湾呢 我们依据出口的厂 不一定每一家都有出口 也许只有10个 有出口到台湾 那这10个里头呢 我们依据它的排名就是出口量最大的是属于我们优先要查厂的对象 所以像有一年我们去查了9个厂 那这一次发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19例的这个是在我们的排序上面是名列前茅的 那个是饲养场序幕场 不是加屠宅场 我们去查屠宅场 你们是去查屠宅场 好那我先请那个就是外交部和经纪部次长请你们回座 因为接下来的可能就跟卫福部比较有相关了 我想就是说卫福部最近有做一个预告 6月28号有做一个预告 就是说我们那个餐饮业的事业废弃物在利用的管理办法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卫福部他在讲的这个厨余的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一般坊间 在做的这个厨余的这个后续的利用 包括成为一个饲料 或者成为一个这个硬质酸啊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在这边就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 他会产生的这个量的部分 到底是有多少的管制对象 我们要管制的对象有多少 因为我们是管那个餐馆业 我们可以请通人 简短好不好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就补书面资料给我 这个餐馆业的部分我们就是 目前的话就有规模的这些餐馆业 连锁的餐馆业我们就会来要求 好你补书面资料给我好了 因为我快没时间了 那我想跟这个就部长 就是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迪士尼乐园 他们就会有一个厨余 把它拿来做这个早气发电 那这个部分呢等于是说 它其实是非常的现代化的 然后呢我们也是会看到 是说它的这个早气发电呢 它供应的量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 能够有一些的先进的作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方面 能够把它做得更好 我想可能部长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 如果没有我可以赖给你 好我们再跟环保署的研究 好好好 那还是再回到厨余 因为环保署它会管厨余嘛 那但是我想问一下 卫福部做了这一个的公告之后 我们的管制对象 还有我们管理的人力 那后面要再做的数量 预估的数量 我们大概会多少 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力和这个能力 报告委员 其实现在用人去管事情 已经不是那么的进步了 那当然我们会用系统去管 用系统管就请大家回报 回报回报吗 是是 然后我们再去做后续的 Random的机场 好那我还是很在意 它的后端到底是 有没有一些的前卫的 比较进步的一些的做法 而且呢 这个也会跟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 就是说不管跟环保署那边 还是如果是会往能源的方向的话 就要跟能源局 那如果是说跟这个饲料有关的话 就要跟农委会 就是说要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因为一般我们都说 那个餐饮业的浪费的文化 所以可能就是他剩下的厨余 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也希望 就是说沟通的时候 也希望跟我们部会之间的沟通 然后也跟民众 然后也跟业者做这样的多方沟通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我们谢谢 部长好 还有我们与会的各部会首长 还有我们在座的媒体积德 大家早安 部长 是 最近刚上任两个月 特别忙碌 是 除了今天的报告之外 前面还有医生纳静楼梯法 是 那再加上医院的评鉴制度 是 我看你头发本来就白很多 谢谢 关心 但是我发现我们何启工也有白发 代表卫福部工作确实烦忙 也烦重 其实因为毕竟食安都保管在你们这边 这也是民众最关心的 所以今天的报告来对 不只是你们卫福部 相对的外交部 经济部 农委馈 其实都有相关 这些 最主要就是因为加拿到进口 所以刚刚包括很多委员都在咨询 也在质问 包括我们陈一鸣 陈委员 他也认为说 为什么昨天傍晚 还有把相关的这些的文件资料 都收回去 我看他在咨询 拿麦克风的时候 气的手都在发抖 这可能在我们自己在作业上 是不是要重新去做一个检讨 最起码在没有征询委员的同意之前 把它列进去说他有你们有沟通到 当然他会对他来讲 这是对他自己的权益 我想这个食药署放进去 大概他们有去沟通 但是没有碰到委员本人 大概是这样 我最主要是要跟部长请教的就是 为什么一个加拿大牛肉进口 大家都在说 为什么在7月8号台风天 然后为什么大家在质疑 风险管控 然后大家也在质疑 为什么之前不做充分的说明 跟沟通跟宣导 让外面的NGO团体也好 或者民众 当然这个会造成大家更大的疑虑 有点像好像称台风夜 他用突袭的方式 在各种的网络里面 大家都有不同样的彩测 想问的是 为什么会特别闲在那个时间点 关于这个台风夜的问题 再做一次澄清 我们是在7月6号 收到经济部的函 他们已经行政员的核定 在7月8号上午 正式在恢复加拿大牛的进口 加牛的进口 所以是7月8号 外往往里都是当天会宣布 可是因为当天台风最厉害的时候 也是全国停班停课的时候 所以我们提早一天 在7月7号来做宣布 所以那个时机点很重要 就是说当你公布的时机点 人家就说那你就不会晚一点 礼拜六公布就好了 礼拜天大家放假 礼拜一大家上班都在讨论 所以那个时机点的一个拿捏 最主要我还是觉得说 在整个沟通跟说明宣讨上还是不足 所以会让民众有这种疑虑 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做事后的说明 大家民众的诚意还是在 那这个加拿大牛肉的一个开放 我昨天看前院长张善政院长 他说这是他特别拜托林全院长 希望能够针对他放心不下的议题 是不是在执政换党执政之后 也能够延续 我想这是共同承担 共同承担 不是说推给上一届的谁执政 现在换谁执政 我觉得是应该是用共同承担的方式去做处理 所以你面对的就是当时张善政前院长 他略为交接事项 但是他问了说当时 对有相关的沟通是因为卫福部的 卫福部的相关的资料 没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最后卡在经济部 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对的还是不正确 这个可能当时还没上升 所以是不是请 这个程序没有走完到底是卡在哪里 它的转折点是在哪 应该是说我们的在经济部所定的SOP里面 当卫福部已经把所有的风险评估跟查核 跟所有的最后的调查报告收到以后 我们最后的结论会送到经济部去开小组会议 那小组会议上讨论认为说 我们的最后的结论应该要写清楚 可以开放还是不可以开放 还是什么样子 所以会上应该是有一些的一些 认为还没有还有不足的地方 是不是欧阳 所以就被推诿 那是不是请 赤长吗 不好意思 赤长 我想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要做 就是风险沟通 那所以在4月之后 其实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也都是要花时间 所以当时原来是在520之前 就应该要开放 是因为后来有一些的 卫福部相关的 充分资料没有准备的充分的一个说明资料 所以最后包括刚刚赤长特别提到 是因为在后面的一个风险的管控 有一些的说明没有很清楚 所以没办法去推动 就是在4月之后其实有觉得应该在风险沟通这个部分 可以需要有很多的强化 所以在很多场次的风险沟通 都是在4月之后进行的 那我想国人对食品安全是相当相当关切的事情 所以充分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最后面这两个月 大家透过不管是外交部、经济部、跟卫福部、跟卫福部、跟卫委会 大家充分沟通之后才选择在7月8号公布 就对外沟通 对 对 好那请赤长请回 是 谢谢 部长 其实加拿大的矿牛症在去年2月 那食药署刚刚也回答很多的委员 你们也去过加拿大SD去做看过 包括他们的后续的一些风险的管理 包括它的食料的管理 包括饲养的环境等等 我不知道我们看了有哪些的措施及改善方针 因为刚刚经济部次长也提到 因为风险管理的部分 因为有些部分确实有些没有说明清楚 他们尊为风险的管控是非常重要 那当时你们看完之后 都回来的一个说明的报告 现在呢 现在你们有哪些新的管理的措施跟改善方针吗 新的 新的 委员是说加拿大还是我们 我们加拿大 就是你们当时有去加拿大嘛 去看完之后 你们后来决定要开放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的 除了是加拿大 接下来我本来就是要后面要会问你 我们我国的管控 风险管控 我现在先问你加拿大 你们看完之后 有没有新的改善方针 在加拿大查核的时候呢 其实委员们就是去查核的委员都问了不管是肥育厂或飼料厂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独栽厂有一些问题 实际上因为我时间不多 其实我的图表来对 然后回来以后 都是他们网路里面去抓 加拿大的一个食品检验局 他们自己都有一套的加强查检 对加强 那你们的风险管控的内容是跟这完全是一样的吗 那在我们进口以后 所以你们认为说加拿大的风险管控是非常严可的 在他的最终的调查报告里头认为 他们现在的风险管控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台湾跟加拿大是同一等级的风险等级 是不是 我们是风险可控制 所以我们是同一等级的风险 不用啦 不用麦克风 我没有这么大牌 所以我们是同一等级风险 是 风险可控制 风险可控制的 也就是限制风险的地区 我们的风险是有控制 是跟加拿大的境管都一样 我们可能要请农委会 请农委会 对对 因为养牛是他们 好 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有这些病例 你们也刚刚说了 你们有新的措施也好 那对于台湾的本土牛肉的生产 你们也提了相对的应用措施 那么我要问的是 我们对于中石的食安 台湾本土的防御措施 是不是也应该随着跟加拿大一样 并进 是不是 一定要农委会吗 不然你走来走去 我时间就要了 防疫 国内的动物的防疫 你就直接说我们跟农委会 大家就共同做得非常的严谨 就答复我错好了 又还要请他 就自己 因为你食药署嘛 人家问来问去还是问到你那边 人家会问到农委会 每次问他就是收肉精 美猪 狂牛症的就找你们 是报告委员 在国内不管国内国外的肉品 其实我们跟农委会都共同都在监控这个食安的问题 我请问一下我们的狂牛症的潜伏期大概有多长 如果去年 如果说去年还发生19例 他的潜伏期有多长 潜伏期7年到人类更长 人类可能数十年 我问你牛啦 牛就叫7年10年 那去年还发生19例 所以他是70个月龄的脑瘤 讲个笑话了 最近为了两粒一粒 现在突然来了19粒 大家都被搞憤了 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垂直感染还是饲料感染 在这一粒是典型的 典型的意思就是饲料 应该是从饲料来的 从饲料来源 对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饲料来源来 其实我们在民国90年的时候就有禁止过 对不对 但是我们并没有 我们现在的水产 水产鱼业跟肥料还是在使用 饲料管理是农委会 我们会跟他加强做沟通 我现在要问的是 这个饲料的管理里面 这个饲料 我们现在水产跟 我们这些的养殖业 或者肥料是不是还有在产培 是不是还继续使用 有没有 因为我们都一直说我们的风险管控都管控 都很好 现在有没有在使用 都还在使用 所以我们只禁止反除动物而已 只有禁止牛跟羊 禁止使用这些的食料 所以在OIE的分类里头 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发生狂牛症的案例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分类在风险可控制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你们有没有检讨过 如果这一部分的原因要不要重新检讨 我们要不要去检讨 我想这个资讯给农委会 由农委会来做全面农民饲养饲料厂的检讨 我想问说 如果是这样 这个食料的来源肉骨粉 我其实要问你的是肉骨粉 这个肉骨粉到底你们当时的整个的 同一个农场发生同样的事件 你们也去查访过 对不对 是 所以你们去查访的走往过程当中 只看一间农场 是发生狂牛症的农场 还是其他农场都有一兵去走访 报告委员 狂牛症内发生第19例的 它已经被管制了 限制出入了 所以是不会去访的 但是第19例的报告是由家国的官方向我们做报告 它的管理规定 最后我想问你的就是说 其实当时2009年 加拿大就是因为韩国开放进口牛肉 像WTO提出的贸易仲裁嘛 对不对 2009年 你知道吗 不清楚 你不知道 那个 我们帕博院有 那个英文党有没有 真的吗 2009年 我们当时就是透过仲裁 韩国当时是透过仲裁 所以他不得不开放 因为仲裁的结果就是 就是韩国输了 所以同意开放 不要忘了 台湾当时也是第三方者 台湾当时在仲裁里面 我们是第三方者 所以加拿大这一次会提出诉讼 其实本来就是韩国的立场 是要达到韩国养殖牛肉的法规 原来加拿大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韩国在这一次的仲裁里面输掉了 所以他不得不在2012年 再度进口 所以面对的我们要反求足迹 我想我们国内的牛肉的管理 不管是食料 或者养殖环境 或者独宰场等 都应该有相当标准的高标准 这样对于我们的食安为问题 尤其是我们的牛的检 台湾才27万头 台湾2万7 台湾占牛肉的总消耗量 大概是6% 6% 台湾养殖的牛大概是2万7 所以你们的检验 检验大概占了3% 因为我时间到了 主席也暂选了 我想今天透过这个直选 就是希望卫福部跟相关单位 双方的一个红箱联系 都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当我们在宣布要进口 加拿到牛肉的时候 应该广为宣传 宣导 让民众在食安的问题 它的余力上能够解除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以上说 谢谢 好 谢谢总委员 那主席在这边宣告一下 待会主席 就是本期这个 执讯完之后 我们休息5分钟 因为今天上午都还没有休息 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进行咨询 谢谢主席 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 还有我们江署长 好 林部长跟江署长 部长好 我想首先我先请教部长 其实国人其实更关心 就是说如果一旦我们吃了 感染狂牛症的牛肉 对人体可能造成什么影响 对 就是造成这个 这个 空洞 脑部会空洞化 那这个很多的脑部的 这就越来越厉害 所以这个 很多神学学的症状会出来 这会死亡 所以会 最终啊 这一开始会忧郁焦虑 产生幻觉 之后走路不稳 行动困难 最后致力衰退 甚至痴呆的状况 那通常发病后 大概一年内就会死亡 所以部长您知道 如果发病后的死亡率是多少 几乎 几乎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对 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为什么 国人一直对于狂牛症 非常的忧虑 非常担心 如果一旦吃到 含有狂牛症的牛肉的时候 所以 但是我们在 不管是许多的 为了不提供的报告 或缩帖里面 都并没有特别着重在这一点 那我想接下来 在卫部今天的报告 也提到 我们卫部有派员去加拿大 实地的查访 所以我还是要问 这个部长或是署长 到底我们去加拿大 看了什么 我们做了哪些查访 到底去看了哪几家 因为现在 就我们所了解 或是很多的听闻是说 实际举看了一两家而已 所以这部分书长或是部长 是不是可以做一次很充分的说明 到底我们去看了什么 看了几家 派了多少人去 让民众能够充分了解 而这个能够 让民众 这个 就是说解除民众这些疑虑 所以部长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实地查核 那参加的专家学者有几位教授 就是台大受益学院的教授 还有评科大的教授 中台技术学院的教授 那比较详细的我就请署长来说明 报告委员 这一次去加拿大的查核呢 安全性查核主要是对象 包括加拿大它的食品检查署 还有加拿大的BS1的国家检测实验室 我们去看它的检验 然后另外呢 是针对牧场 还有肥育场 还有饲料场 还有屠宅场 跟化制场 因为化制场里头 有BS1的一些物质在进去 如何去做销毁 那么查核的重点包括 他们的食品卫生的安全的管理措施 还有作为 还有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分工 执行的情形 还有饲料禁令管制的措施 那加拿大另外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牛级管理 那牛级管理 还有它的那个屠宰场 跟分切场的作业 我们来了解它对于BS1的监测计划 跟饲料禁令的落实 主要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署长 所以的确有派人去 不管是官方啦 或是这个相关的屠宰场 我想了解的是说 到底去看了几家 这种肉品加工的屠宰场 或是实际的这些牧场 到底去看了几家 在整个的查核行程里头呢 我们有 因为我们只有去 去了14天嘛 14天 那中间除了跟家国之间的会议 一定会有一个起始会议 然后对于报告 然后里头还有很多的那个 时程 那个路程 那实验室是重点 对于它的重点 对 实际 比如说我们去看 发生第19例的那个牧场 或是屠宰场 我们这家有没有去看 总共我们看了几家啦 我撇除这些所有官方啦 会议啦 到底去了几家 实地去看 它到底这些 屠宰场也好 或养这个畜牧场也好 到底去了几家 五个 五家 那第19例那家有没有去 那个是被管制的 被管制没办法去 那这五家 到底怎么选择去看呢 这五家是肥育场一家 鲨链制造工厂一家 化制厂一家 屠宰场一家 屠宰场只有一家嘛 是不是 对对 肥育场有两家 所以民众今天质疑就是说 我们到底去看屠宰场 实际了解这个 真正会发生 这个可能感染狂牛症的 这个牛肢养殖啊 尤其屠宰场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只有去了一家 其他包括这些饲料啦 或是相关的 这些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嘛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派员去看 14天 就我们去屠宰场只看了一家 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聊 而且还不是发生第19例 这个狂牛症的这一家 所以我们会怀疑 今天我们去 也是加拿大政府的安排嘛 我们也是实际去考察 到底加拿大政府 有没有 这个他提出的最终的调查报告 是不是符合他这些所有的规范嘛 所以今天不是说加拿大政府安排 或我们去看了 他怎么说 我们就决定 我们就觉得是怎么样 所以并不是我们有充分的去 很多家去看 实际了解 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这些 狂牛症的疑虑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所以很显然 我们去实际查访 并没有做到很充分 很落实的调查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 所以署长是不是 能够解释说 为什么 我们并没有说 能够很全面的去做一个 实际的访查 是 报告委员 其实在OIE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里面 他有提醒就是 各个国家呢 要如何去预防BSE在牛脂里头发现 第一个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饲料 饲料里头那个肉骨粉的添加 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的屠宰的时候 那SRM要如何去做气除 然后在屠宰的时候呢 他不应该用空气枪去打击他脑部 他会污染到他所有其他肉品 所以其实像这种CCP点呢 是我们去屠宰厂看的时候 必须要看的 那么在饲料里头 有没有添加肉骨粉 也是一个重点 对 因为我想饲料管制是最重要 因为基本上这些会感染是 因为使用到受感染的饲料 所以我们去看饲料厂的原因就是 要去看他有没有实际符合 加拿大官方2007年的饲料禁令 那个肉骨粉是不准添加在 这一类肉群类的动物反芳类动物的饲料里头 那在制造的时候 有没有做交叉污染 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陈一鸣委员所提出来的 现场我们都有提出这些质疑 那加拿大官方呢 他事后也有一些报告给我们 来解释这些疑问 好 所以署长 其实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有所谓的检疫期 很多专家学者也提出 最符合这个实案的标准 是7年没有出现相关的病例 才可能从疫区来出名 所以这一点 我们是在2015年 去年2月发生第19例 在加拿大发生 很显然并没有说在7年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病例 那这一点署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现在就解除 然后开放加拿大的牛肉进来 刚才委员说的是病例 那在这一个 虽然说它是属于 属于第19例 是属于 那个 typical的典型的 典型的一个案例 但是在加拿大方的最终的 调查报告里头认为 他调查结果它这是一个个案 然后他因为已经有70个月龄了 我们进口是30个月龄以下的 小牛 就是这种牛制肉品才可以进来 那70个月龄 然后他调查又在同一个牧场 所以他认为这是个案 而且是属于 早期的飼料禁令之前的飼料所污染的 不过因为专家还是觉得说 基本上要安全无余的话 真的要能从疫区除名 要7年都没有这样相关的案例 或病例 所以当然现在我们进口是 30个月的小龄 所以署长你们是这样来解释 那当然在缩帖里面 卫部的缩帖未看了 那最主要你们的理由是说 第一个全世界目前只有台湾还没有开放 加拿大牛制 相关之前包括中国大陆日本 中国大陆韩国 他们有暂时输入 但是现在也都开放了 但是我觉得本席认为 这其实并不能当成是 我们就必须开放的一个理由 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开放 台湾就一定要开放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逻辑上面是有谬误的 第二个 在缩帖里面 卫部也提到 加拿大牛肉市场 这个占的比例非常低 署长刚才也提到 近四年来最高就是1.75% 最低0.12% 但是市占率既然这么低 那为什么一定要急着 要开放还有风险的牛肉进来 这一点署长 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在加拿大进口我国 牛肉进口我国 在96年就已经开始了 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 那么长久以来 我们跟家方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外交跟经贸方面 只要是跟我国有邦交的国家 那么他们有一些经贸的议题 其实都会经由外交系统 或者是经济部的系统来提出一个请求 那我们依据这些内容 会去做风险评估 会做技术性的查核 只要是一定是要安全无余的 我们才会让这件经贸关系会形成 所以我想重点不是说我们之前就有开放 而是说我们发现了有狂牛症的案例出现 所以才会让国人非常的担忧 政府也应该把关 所以我们马上暂停 输入这个加拿大含有狂牛症 加拿大牛之进来 那更重要的是说 在这一次大家所提出的这些质疑 是程序上面为什么会急着在台风夜 宣布恢复进口加拿大的牛肉 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先对外沟通清楚 反而用一个突袭的方式来开放 因为魏部既然你们在说题里面 在你们的风险评估报告里面 都提出来有非常多 这个证据显示是安全无虞 那就应该要大大方方 开大门走大路 说明清楚 而不应该是在一个 大家都急着 在准备防台的时候的夜晚 突然宣布 说要突然开放加拿大的牛肉 所以署长这一点反而是 就凭一纸新闻稿就这样来宣布 我想即便全球对于狂牛症的 认知都认为风险非常低 可是还是身为政府 一定要跟民众来说清楚 为什么这一点 这个时机点选在这个时候 就让人非常的质疑 为什么好像有点偷偷摸摸 要偷渡突袭的方式来开放呢 是 这点的确需要检讨的 我非常同意委员所说的内容 那后面呢 我们要是有其他议题 我想必要的时候呢 对所有的民众或的消 那个民间团体或委员们 做分别的沟通 所以我想 是很需要的 所以的确署长你说要检讨 所以接下来我们很担心的 就是辅导五线的这个产品进来 所以会不会 就是说现在署里面 就是说卫福部部长也在 我们对于开放日本辅导五线的产品 输台湾有没有什么规划 时程是什么 那未来如果要开放 会不会也是一样 用这样突袭的方式 还是说署长你们会彻底检讨 一定会充分的沟通跟说明 甚至把相关 如果现在开始已经做了风险评估 相关开的专家会议 都直接上网 让民众在现在就很清楚了解 而不是到最后一刻 用突袭偷渡的方式开放 然后开放以后 现在才来告诉我们 我们之前风险评估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跟专家会议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这一点 部长是不是可以承诺 会 这个一定会 而且这个如果日本食品跟这个开放是不一样 这个是用输入办法 所以就 也不用公告不用预告 那如果是日本食品一定要预告跟公告 所以这个是两者有差别 所以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相关的风险评估吗 我们有做吗 日本的五线式的食品 其实在食药署一直在注意日本方面的自行的一个管理措施 那这些内容呢 在日本的官方网站也是非常透明清楚 那我们国内边境里头 其他42线是进来的食品 在食药署的网站上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们的管理上 今天进来的我们检验的几件 然后有没有问题 这也很清楚 我想刚刚委员所建议的 后续的其他更重要沟通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做 好所以署长我想 你还是没有回答 现在开始做相关的风险评估没 在风险评估对于日本自己本身就有在做 所以我们是还没有开始做 那我们有辐射污染的一个残留的标准 只要不超过那个标准 其实在我们的食安法上规定是可以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标准 现在还没有做相关的风险评估吗 针对辅导五线市 对不对 署长 我们现在正在收集 它的水产品的部分 好 所以我想 如果反正一旦 开始做风险评估 或相关的专家会议资讯 立即上网 而不要到最后开放之后 才来公告 我想这一点署长是不是可以承诺 我们后面会评估刚刚委员所提的 但是对于民间的沟通 对于资讯的公开 我们一定会做 好 谢谢署长 谢谢委员 好 我们谢谢蒋万安委员的咨询 那个是不是可以麻烦蒋委员帮我带一下主席 谢谢 我们请王玉民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林昼言部长 还有我们经济部的王长次一起上台 请王次长 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有关于加牛开放这件事情 不只是卫福部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看到经济部在当中 也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 那只是本席非常的好奇 我看到这边呢 整个的那个时间序的一个过程 当然沟通食安的问题 我们看到都是卫福部出来 但是送给行政院 含报给行政院 要核定开放日期的结果 是我们的经济部 所以我要问两位的是 这件事情开放加拿大牛肉进口 这件事情真正的主席单位 跟最后做决定拍板定案的单位 是哪个单位 是经济部还是卫福部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因为卫福部他要做 所谓的风险的评估管理 那因为整个政府是跨部会的 谁出道 是不是经济部 后来我们经济部是负责 就是风险管理的这些程序 还有另外主签的部分呢 由经济部来签 主签是经济部嘛 也就是说最后拍板定案 然后行文给行政院给建议的是经济部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月黑风高的晚上 台风夜之前发出新闻稿的 是我们的食要鼠 不是经济部出面发这一子公文 为什么 就是我们内部机关 跨机关间的协商的时候 是这样的签公文是经济部做 但是因为实质的管控 这边是卫福部做 好像有点全责不服 因为外界可能都会觉得 整件事情看起来是 都是食要鼠的事 但是实质上经济部 像是主责单位 对不对 如果是有你们 通常跨部会是这样子 谁跟行政院报告 谁行这个函 市长他才是真正主责单位 所以本席要问的 有关于加拿大美牛 重新开放进口这件事情 是健康的议题 还是是经贸的议题 到底经济部在这当中 是你们先跟加拿大谈好了 就是说好 我们会尽快开放 那回来就交办给食要鼠说 你赶快做风险评估 有没有先涉件再画靶的问题 绝对没有 因为这个最重要 你们没有承诺在先 没有没有 这个最重要一定是 那定出7月8号的这一天 为什么 是什么时候才决定 7月8号这一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6月17号的时候 从7月8号到6月17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6月17号当大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还说 实际上署还说 要跟民间团体沟通哦 行政院 等待行政院拍板定案哦 那行政院是不是心里 有一个日期 有一个复案 有没有答应加拿大说 我们预计 什么时候我就会开放 要不然 这个时间点太近了吧 6月17号还说没有时间表 马上7月8号 而且不许在台风之前 还提早一天宣布 看起来是有点急啊 有点着急啊 市长 是不是这件事情 有这么着急吗 第一个就是 因为风险沟通的部分都持续在做 还没完成啊 连民间团体都还有意见啊 那为什么你们急着要拍板定案呢 没有 因为我们问了非常多的一个沟通 那沟通的时候 各个部会都有去做 连立法院 本席是未还委员会的招委 针对这件事情 都还没有跟食药署 有坐下来面对面的沟通 也没有探讨 未还委员会也没有排这样的专案 让每一个委员有机会来做寻答 做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您真的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充分了吗 蔡英文总统所标榜的 最会沟通的政府 难道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能量 已经算是全面性的沟通了吗 到目前为止 您认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 已经有达到整个社会 全面性的沟通了吗 包括国会这一块 沟通都还没有 国会是最高的民意机关啊 光国会的沟通 本委员会的沟通 我要问你们有跟哪几位委员 真的有坐下来 好好的针对这个一起去谈 有没有超过一半 有没有半数 有没有三分之一 就是经济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 我说卫环 卫环委员会 卫环的委员 有没有超过三分之一 或有一半的委员 是坐下来跟经济部 跟食药署针对这个议题 有超过半小时的谈话的 有没有 卫环的部分 本席的了解应该是没有啦 所以这叫做全面性的沟通了吗 这是全面性的沟通了吗 那到底在召集什么 刚刚署长讲的很好 你也觉得这一次的宣布的时间点 有点不太对 你们愿意检讨 因为所谓全面的沟通是 怎么会你一讲了之后 我们的医生跳起来 我们最大的消费者团体 消机会跳起来 说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自己未还委员会委员证 觉得第一时间 媒体问我觉得被突袭啊 因为这件事情 之前7月4号 还有本委员会的委员在咨询说 这个他还有疑虑 那怎么会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当一个所属委员会的委员 有疑虑的时候 就硬要急着开放 这当中的决策过程 本席是觉得不单纯啦 不单纯啦 但是要食药署完全背起这个责任 我也觉得他们扛不起 也不是全部他们的责任 基本上他们只做风险的评估 而我在这边具体建议 未来如果是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由食药署来发新闻稿 行政院 我们的发言人自己发新闻稿 因为这个函是到行政院 由行政院拍板定案的日期 所以行政院就应该要扛起这个责任 因为这是跨部会的 不要把这种要背黑锅 去发布这个讯息 可能会引来社会舆论声音的 都推给我们食药署 我们食药署也很可怜 我必须帮他们讲句话 茶厂也是他们在查 风险报告是他们在做 最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稿 还是他们来发 发了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是骂食药署 但事实上这件事情 经济部还是主导单位 最后拍板定案还是行政院 这个都没事 大家狂骂食药署 这个是不公平的 好这个请回 那接下来本期要问一下这个卫福部 就是有关于我们怎么样 针对风险把关 可以再强化的部分 刚刚委员已经提到了 家牛我们当时禁止 就是因为他发生狂牛症的病例 而这个病大家都觉得 是大家比较害怕 也觉得严重 刚刚部长也说 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风险 如果一旦发生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议题 一个是加拿大美牛 一个是日本核灾食品 本期已经看到你们在面对这个 狂牛症的这种从禁止到开放 你的行政程序跟核灾食品 是两套不同的做法 但是他们通通都规范在 我们的食安法第15条里面 只要在15条里面 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需要更仔细的一个评估 但是本期现在发现的一个风险就是 刚刚你们的报告里面 部长说 加拿只用这个输入办法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预告的程序 你没有一个很严谨的过程 等于说今天只要经济部 你们做完报告 经济部说 我可能有这个谈判的压力 说要开放 行给行政院 好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 没有预告 也没有收集社会的声音 中间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报告 但是这是这么重大的一个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本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政机制太薄弱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跟核灾食品有关的 核灾食品 你们有订定相关的这个办法 有预告的方式 然后要开会议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过程 所以部长你怎么看 因为去年2月13号 这个暂停日本加牛输入的时候 就是用输入办法34条 你当时怎么没有引用这个食安法第15条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当年去年为什么引用这个 用这个 所以要开放的是引用相同的话 所以就是 这一个部分你们是要重新回过头来检讨的 因为明明在食安法15条里面 针对狂牛症 它是特别入法 也是后来修法进去的 所以本期希望今天的临时提案里面 我们要来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我认为狂牛症 我们现在的管制 就是你解禁的过程当中 行政程序过于松散 而且没有受到一个监督的机制 所以你们应该回过头 比照我们现在 核灾食品的管制的措施跟办法 你要定立出一套 更严谨的程序来 要不然国人不会安心啊 你应该要有这种资讯揭露的过程 让社会大众可以看到 可以监督的过程 大家其实才会安心啊 毕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病症 狂牛症是大家会觉得 对于健康风险有高度疑虑的病症 你要采取一个更严谨的做法 这个第一点是本席的建议 有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的机制现在太松散 不可以是经济部说好 然后行政院说好 就过关了 不可以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本席要问的就是核灾食品 核灾食品的部分 大家最担心的是 接下来立法院就要修会了 我们的这个驻日大使 谢大使非常的活跃 而且呢它常常就是可以掌握先机 对外宣布 那看起来它对外界已经在预告了 核灾食品是一定要开放的 只是现在大家不知道开放的时机点 那我们也会高度怀疑说 如果加拿大美牛是选择在台风之前 可能这样的一个空档 用突袭式的宣布 那日本核灾食品的开放 会不会在立法院修会 委员会不开会的时候 就做出宣布 会还是不会 部长 你有把握回答吗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次其实 这次其实没有用台风的做突袭 真的是没有 这个是上一个进行 我要你回答的是核灾食品 会不会在立法院修会期间就宣布了 进行宣布 我到目前都还没有接到任何讯息 你们每次都到目前没有任何讯息 加拿大美牛的时候也说都还没有定案 结果就很快宣布了 我是7月6号才接到经济部的函 是啊 所以显然您这边 卫福部可能没有掌控权 对不对 上面先定掉了之后 硬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只能配合办理 你们并没有被充分告知跟尊重 这是不对的 卫福部才是掌管国人时安 主管部会 跟食安有关的议题 当然是他们要先尊重你们的意见啊 你们的意见最重要啊 所以本席认为 未来这个有关于核灾食品的这个开放 一定要经由未还委员会做过专案报告之后才可以 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比较出来了 从加拿大牛肉的议题 你们私底下去送税帖 去见委员 这些都是不会在媒体面前公开的 委员也没有这样一问一答寻答的机会 所以最公开透明的方式 重大食安议题 一定要在未还委员会 经由专案报告 委员咨询完之后 大家解除了疑虑 才做开放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沟通 这个也是现在新政府 一直在标榜 它是最会沟通 最开放透明的政府 过去他喜欢指责马政府搞黑箱 但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他自己应该要自我要求更高 充分的揭露 来到委员会充分的报告 才可以做这个解除管制的一个动作 部长你赞成吗 委员尊重委员会 好 尊重委员会 那待会委员就会提案 希望这两项重大的议题 加拿大没有被你们已经偷渡成功 已经宣告了 但是未来要亡羊补牢 重大实案议题 要到委员会充分报告 经由委员的咨询完之后 才可以排版定案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王毓民委员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和等会订阅 转发了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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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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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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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讲 我们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很清楚的 对 那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有 我们不需要 全世界 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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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们修正 我们不需要 建认为 那 我们不需要 所以 我们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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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我们我们 我们不需要 我们 我们不需要 我们 我们 我们要 我们不需要 我们 我们可以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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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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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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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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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